闭门密会 只是相较于现在为了不熬公开挺销的李前总统 谢长廷低调的什么问题也不愿意回答 TVBS新闻叶苍林 许佩提 台北报道 至准总统马英九能不能访美 美方还没有明确答复 不过TVBS掌握到最新消息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将在4月15号到美国东岸知名大学演讲 而极可能就是马英九的母校哈佛大学 另外在小虎会之后 也就是4月底5月初 连战也要再次出访大陆 目前行程还在规划 会见谁最高级米 K&T regard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2003年 连战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座谈 当时定位为和解之旅 连战的身份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5年后在马英九访美处交的这一刻 根据TVBS掌握的消息 连战将在4月中旬受邀前往美国东岸知名大学演讲 根据了解就是和连战很有渊源的哈佛大学 不只计划访美 连战还计划访大陆马脑寺 人家说这个马脑寺的马 刚好是一个王跟一个马 那就是你的事情啦 上回到马脑寺是马王之争最剧烈的时候 这回连战预计在销虎会后 4月底5月初再访马脑寺参加庙房举办的活动 只是行程还在规划连战办公室保密到家 尽管连战在马销主阵的这一刻没有明确的角色定位 但是连战透过在国际和大陆交流奠定了基础 运用人脉找到自己的新舞台 持续发挥政坛影响力 特别新闻 黄国内蔡孟真 蒋志威 杨振权台报道 当局已经疏散其他家工作人员 内地广泛的地区受到冰雹和暴雨等恶劣天气的侵袭 湖北家当阳市 走出派出所后 由于等不到车来接 王令桥还和媒体不断尴尬微笑 虽然不肯多说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后最想做什么 但行动还是说明了他心中所想 直奔医院看看重病后气窃的外公 王令桥心情显得有些沉重 不过离开医院后他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依照习俗先到了家附近的饭店先梳洗 洗去晦气一切的留给明天再说 特别新闻王花林游明如 台北报道 关心台电人事案的最新进展 卷入送钱送酒的台电处长黄富元 晚间出面澄清 他觉得是有心人士蓄意操控污蔑他 情绪激动的他抱着同事痛哭失声 将近两分钟的时间都没办法平静下来 而且他还决定对他向爆料说他买关的 要将您进行提告 谢谢 黄富元抱着同事痛哭失声 心里头的委屈全涌了上来 将近两分钟时间 两个人边哭边排对方肩膀 化之后留下的一滩滩水 有村民用手机拍到冰薄的相片 说直径有两厘米 过程持续十几分钟 村内有围着菜田的围栏损位 烂了的蔬菜就散落在 我们只要一个目标 代表香港打好奥运 赢输不重要 重要是一起付出 另一位李庆华在报所谓条件说 直指有高层指示 不仅要让黄富元升官案通过 还要让黄富元当个有实权的副总 而前一天还说是行政院推荐的经济部 今天封口了 继2000万买关说 李庆华二度冲着黄富元在职背后有高人力挺 所谓的高层人士 对陈桂敏董事长开出的条件 不只是坚持一定要通过 这个黄富元的升副总的案子 在副总的位置上 要让他担任实权的副总 所谓政府高层是谁 李庆华低调表示 待掌握充分证据再公布 黄富元升副总一案引爆政坛地雷 到底是谁推荐的转而求证经济部 这个人选的确是在行政院的推荐 那我们也有做过相关的人事背景的了解 他是说是有推荐 那么也请陈董事长考量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推荐 相隔一天内容180度不一样 更让外界质疑是否内情不单纯 背后那双手身份敏感 现在除了黄富元是凯达格兰第八级学员 确定外 外传黄富元和国民党李嘉靖有关系 还传出立顶层级高达辅方 包括行政院秘书长陈景俊 或者副院长邱宜仁都被点名 不过黄富元全盘否认 不认识也没有接触 这一次面对争议 尽管第一时间唯由律师代打 不过黄富元也决定要自己出来 把话说清楚 TVB新闻刘中平张嘉玲台北报道 嘉宜阿里山传出车祸 一辆游览车在阿里山公路43公里处 疑似因为刹车失灵连撞四车 那么游览车上有四名大陆乘客受伤 其中一名头部受伤 伤势比较严重 发生车祸的游览车 挡风玻璃破裂 跟对象车道的四台车全部撞在一起 好端端的怎么会发生车祸 司机说可能是下山时刹车失灵 来不及反应才会跟迎面而来的车子 撞在一起 游览车上总共有25名乘客 跟另外三台游览车的乘客 今天一起参加大甲妈进香的行程 抵达嘉义时 顺道落到阿里山赏樱花 没想到下山时却发生车祸 游览车上有四名乘客受伤 其中一名伤到头部 状况比较严重 不然这样刹车就不能刹车了 碰了好几部车 看起来都是 大部分都是肢体的撞伤 或是胸部或是口部的撞伤 包含遭到追撞的四台车在内 一共有六名伤者送医 还好都没有大碍 意外发生后 旅行社赶紧安排其他的车辆 接送这群大陆游客离开 继续他们的行程 TB被新闻故事生 嘉义报道 清晨北日高基隆大浦交流道上 一辆大型义影车疑似要硬床 居然撞倒高路桥的铁架 现场一团混乱 肇事驾驶逃逸无踪 直到中午才到警局说明 不过被撞毁的铁架 肇事驾驶可能要赔上一百万元 前面先撞一支吧 就是第二支啊 真的很夸张 县高路桥的铁架 就压在义影车的车头上 怎么撞倒的 让大家实在想不透 一直拖行就对 对啊 人家拖这么远 那是行李炮也 这个线高3.8公尺高的铁架 五公尺长 硬生生被义影车拖行了一百公尺 最后横倒在路上造成双向车道堵塞 只不过这么大的车明明过不去 为什么还要硬闯 原来这辆影影车要从大浦开往五堵货柜集散地 虽然从北二高大浦交流道下来 限高3.8公尺 不过如果不走这儿 从下一个交流道下来 就必须绕一个大圈走中山高 路程整整得多花40分钟 为了超捷径 没有想到竟然撞坏了限高铁架 而影影车的驾驶因为头部受到轻伤 一度自行就义失联 不过中午已经到警局说明 公务单位估计 照货的驾驶恐怕要赔将近一百万元 TVB的新闻 刘欣奎 基隆采访报道 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 发生在屏东山地门的女尸凶沙曼 在警方经过追查 终于抓到凶手 动手的竟然就是死者的好朋友 两人因为酒后起口角 嫌犯犯而开枪杀人 由于死者被发现时衣服凌乱 生前有没有遭到性侵害 成了远景追查的重点 他埋死的地点大概在 他们这个地方走边大概 两公尺 两三公尺左右 带着凶贤回命案现场模拟 偏僻的果园就是气势的地点 警方追查 死者跟凶贤在果园的公寮里 喝酒聊天 可能是酒喝多了 凶贤不肯让死者回家 两人大吵一架 凶贤竟然拿起猎枪 往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这里突然间坐下来 这个很逊性的话就 耶 只是靠谷 就可能转转墙里面的气候 和电线喉的了 装修时 一定要先搞清楚 他们的位置 看一下气候 和电线喉的途质 用上金属探测器 就更稳妥了 李前总统不多说 不过巧的是 李前总统选前 公开说要统 不齐而喻 两人短